根據警方預估啊 覺得應該有三四千人受害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受害者是更多的 因為上面的影片 數量有十幾萬部嘛 可以想像他可能遠遠不止 只有三四千人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 2024年4月10號 台北百貫宣傳書 第三十五集 我是主持人喵柏亞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令人毛骨悚然的 兒少性剝削 令人毛骨悚然的暗黑網站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清楚明瞭的方式 讓還不清楚這件事情的人 能夠了解 到底黃子嬌做了什麼 第一個是在去年 2023年6月19號的時候 有人出來指控 遭遇發生在十多年前 當時才17歲 認識了一位演藝圈的大前輩 那這個大前輩做了什麼事情呢 第一 沒問過意願 就湊過來親他 說喜歡他 那接下來呢 他說他想辦個藝術展 建議脫掉上衣讓他拍 並且再三強調這是藝術 那這個案件在今年的 市主跟黃子嬌呢 也達成了和解 殊不知 今年的這個媒體披露說 藝人黃子嬌因為無正當理由 持有七個未成年人性影像 台北地檢署上週一 社犯兒童少年性剝削 防治條例處分還起訴 而且他從2014年 就是十年前加入販賣性影像的網路論壇 有非常多偷拍跟外流的影像 所以社會覺得很震驚 想說哇這個人除了me too 竟然還有這樣子論壇的高級會員 接下來在4月7號的下午 一位K小姐的文章 他說在2006年的夏天 透過華視演員訓練班 安排上了黃子嬌的節目 是在2006年8月 黃子嬌約他前往內湖的住所 又說要開攝影展 要求穿著泳裝拍照 在換裝的時候 黃子嬌越來越靠近他 出手調整姿勢時 會撫摸他的敏感部位 甚至說希望他解開上衣 為藝術犧牲 但是當時他17歲 不知道怎麼應對呢 泳裝上衣解開之後 黃先生要求他躺在沙發上 近距離拍攝表情 而且跨坐到他身上 出手撫摸這位被害人 並且迅速的將他的泳褲撥開 那黃子嬌的生殖器 迅雷不及眼耳的速度 進入了被害人的下體 加害的時間大概一分多鐘 那因為有這三個範型 現在在社會上有三個討論 第一個真點 黃子嬌是否應該退出公眾視野 退出演藝圈 當然也不要再繼續操弄 懷著心夢要進入演藝圈的 少男少女的權利 第二個點 是不是現在的法律 有什麼漏洞需要再修 那第三個點呢 觀看兒哨的現影像很嚴重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討論呢 知名的網路實況主 阿航網友問他說 黃先生愛看未成年性愛影片 某部分算正常嗎 那我們把阿航他的回答的逐字稿 打出來 你說他看沒那麼嚴重 他幹了也沒到那麼嚴重 我今天講一句 幹未成年就幹未成年 我老實講 現在網路上多少人在幹未成年 你去Google一下 多少人在幹未成年 賠錢就對了 你今天幹了別人女兒 別人找你賠錢就那麼簡單 你今天控制不住小偷 別人找你賠錢就那麼簡單 懂我意思嗎 現在最不可以接受的是什麼 你硬上嘛 這才是不可以 我跟你講 你硬上是不能接受的吧 所以我們還要看說 有些女生指控網址說他硬上 他到底有沒有硬上嘛 對不對 至於你說幹未成年要怎麼樣 我也想幹未成年啊 怎麼樣 我意思嗎 現在最不可以接受的是什麼 真的沒那麼嚴重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這件事情 首先第一個 他看沒那麼嚴重 黃子嬌 他加入了一個非法的網站 這網站裡面都是 偷拍的外流的種種的影像 而且現在的消息指出 他可能是 但我前兩天在網路上看到了一段訪問 我覺得大家應該好好的聽聽這個訪問 今天希望就是可以帶其中一個女生 去轉述她身為創意私訪的受害者的心情 她當初因為被偷拍 所以她的性影像被遭遇很大量的外流跟販售 為了抓到被害人 她跟她的同伴自己潛入的那一個網站 以及這些群組中去搜證 她說有一陣子 我每晚都能在這些群組中 看到自己的影片正在釋出 或即將被釋出 所以看到自己的影片外 最觸目驚心的 就是看到未成年人的親愛影片及照片 我現在還可以回想起來 三四歲的女童的身體 私密處被男性的生殖器放入 或是嘴巴含著男性的生殖器 又或是臉蛋被精液玷污 各種不攀入目的畫面 沒有想到除了成年女性的偷拍 或是惡意外流的影片 居然還有群體是以兒童為樂 成年的我們可以有知覺的 去尋求輔導及心理諮商幫助 我們熬過那段痛苦的時光 但未成年少女呢 她們是否從此對男性有挥之不去的陰影 是否在兩性關係中有跨不去的障礙 甚至憎恨幼時的無知而否定自己的一切 這些我無從知曉 但如果可以 我希望可以撫摸她們的傷疤 告訴她們 姐姐再別怕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製作了這一篇報導的 鏡週刊人物記者蔣怡婷 我想要邀請你來為我們的觀眾朋友 講解一下 到底黃紫嬌加入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網站 這個網站啊 它其實是台灣規模最大 獲利巨額的付費色情論壇 它在台灣已經存在超過14年的時間了 那論壇管理者 他就是創辦這個論壇的人 他負責管理這整個網站 那底下有非常多他們成為原創者 其實就是負責去拍攝這些影片 製作這些影片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一系列一系列在生產這些影片 像是我的文章裡面有提到的 他們會去target網美 在廁所偷拍 更衣間偷拍 或是專門針對女童少女 用性幼拐或是幼騙的方式 去要他們擺出特定的心愛知識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並不只是隨機的偷拍 他們很有可能去鎖定某一些特定的對象 得知掌握他的行程 然後拍出那些他們指定要拍的內容嗎 對 有一些受訪者 他被拍攝的地方 其實是那種一般人根本不會去的 那他其實就是知道說 就是針對特定人 這個人今天就是會去這個地方 我印象還蠻深刻 就是其實有一個系列是專門在拍攝國小的女生 甚至還要求他們要把身份證 學生證等等的 放在他們的私密部位去拍攝 這樣子的手法 他們是在網路上釣魚 去誘騙這些受害者嗎 有時候是比如說用網路交友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去取得這些女生的信任 再一步一步的去要求他們提供這些照片 那其實他們的不管是情緒操弄的方式 或是去了解這個女生她的需求方式都非常的聰明 比如說她可能已經觀察你的IG非常長的時間 知道你可能最近經歷了什麼困難 知道你可能很需要錢 這些影像在這個論壇上面就是只有會員可以購買 如果要成為這個網站的會員他必須繳納8800元的入會費 但如果你有經過實名認證 然後你的會員成績越來越高的話 就可以看到更多更額少的更殘酷的一些影像 在我進行調查的時候 這個網站他的會員總共有5000多個人 當你在這個網站上面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些女性已經沒有被當作人在看待了 好像他們只是很多很多商品的編號而已 會簡介他們的信真特色 還會附上他們平常的生活照 他們每一個人旁邊都還會有那種很像銷售排行的那種東西 甚至有時候他也會附上個資 價格就會更高 剛才有提到這個網站的會員目前是5000多人 那我想要請教的是 我們所能夠掌握或所能看到的受害者 可能數量有多少 以及在年齡又分佈 最小到幾歲的受害者 根據警方預估啊 覺得應該有三四千人受害 但是我自己覺得其實受害者是更多的 因為上面的影片數量有十幾萬部嘛 可以想像他可能遠遠不止只有三四千人 那上面受害的年齡層其實就是非常的廣 反正像我訪談的受害者他在裡面所見證到的真的是幼童受害的情況 那有一些受訪者他受害的時候還是高中生 雖然今天談比較多兒哨性過削的情況 但是我也很想強調說成年女性受害的狀況 也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這對這些受訪者來說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他們要一直看到自己的影像被外流 然後可能還會出來公布他們的個資 他們的IG他們的學校 這樣的行為可能就會產生更多的犯罪行為 像是燈燒啊 去恐嚇啊 唯有受訪者他當時受害的時候還是一個高中生 當他走出他的教室的時候 他就會聽到隔壁班的同學 對他喊出他被誘騙拍攝的影片中的關鍵字 這就是完全就是影響他們的生活 有非常多人他其實都一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我有一個受訪者 有一天他就突然傳了一張他自己整形的照片給我 那他整形的這件事情對他而言 其實是一個非常激烈的方式去跟過去的自己告別 那剛才你有提到 可能有一些別的網站曾經被破獲過 那可是為什麼黃子教所加入了這個網站 在你兩年前用報導揭發的這個網站的時候 一直到至今也沒有辦法把祖賢逮捕 真正的把這個網站根除 其實這網站之前檢調就有破獲過一次 不過因為他其實是架設在國外的一個網站 所以他們在追蹤的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抓到這個祖賢 其實警方他們也抓到了很多的原創者 然後現在也有被判刑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事情與你無關 也許你現在看這些影片看得很開心 但是在某些時間點 你可能也會不幸的遇到受害的情形 那我們非常謝謝怡婷今天跟我們連線 非常感謝啦 謝謝 那接下來看今天的下一個重點 統神他說黃子教看沒那麼嚴重 讓我們今天告訴大家這錯誤觀念 他付錢支持這個網站去加害別人 所以這很嚴重啊 他看了也沒到那麼嚴重 是嗎 我們今天為大家來解析 和別人發生性行為會有什麼樣法律責任 我們先來看 性交法律責任解析的合議篇 統神說重點是你不能硬上 統神你講這個是廢話 大家跟我一起說一次 非合議硬上 不管成年未成年都是犯罪 那如果你是合議又成年 那我們就祝你幸福 那如果你是合議又未成年呢 統神說幹未成年就幹未成年 也沒那麼嚴重 別人找你就賠錢就那麼簡單 真的嗎 給大家看一下 合議性交法律責任解析的年齡篇 成年人18歲以上跟0到14歲發生性行為 要關3到10年 而且不能還起訴也不能一顆罰金 有沒有嚴重 非常嚴重 那如果你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 跟14到16歲大概國中生發生性行為的話 歲重要關7年而且也不能一顆罰金 不是罰錢了事喔 接下來成年人跟16到18歲 就是統神一直心心念念的 他想要17歲發生性行為 是不是就完全合法 不一定不一定 根據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 如果有對價關係 最重可以關3年 接下來如果你是未成年人 16到18歲 14到16歲 12到14歲 你跟16歲以下的人發生的性關係 你和對方都要上少年法庭喔 那麼如果你的年齡是0到12歲 你跟其他未成年發生性關係 那你才不會受到處罰 那另外黃子嬌 他持有未成年人性影像 我們的阿航 他說他看沒那麼嚴重 真的嗎 我們今天也讓大家來看看 兒少性影像的法律責任的解析 第一個你是拍片的 是這個原創者 拍18歲以下的性影像 最重可以關7年 再加上最高可以罰100萬 而且不能一顆罰金 那如果說你招募啦 引誘啦 介紹啦 拍出了這些性影像的話 關3年到10年 而且不能一顆罰金 不能還起訴 有沒有嚴重 有嚴重 接下來更嚴重 你用強的 你用逼的 你用騙的 至少7年起跳 如果你是意圖要盈利 為了要賺錢去拍這些片 全部還要再加重1.2 很嚴重 好不好 不要被誤導了 上傳散步 最重可以關7年 最高罰你500萬 那你說存在手機裡 雖然還沒傳 但是你現在正準備要傳 所以你才存手機的話 不好意思 你是意圖散步而持有 最重可以關5年 最高會罰你300萬 有沒有嚴重 嚴重 第三個部分 私藏硬碟 就黃紫膠一樣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加上3萬到30萬的罰金 他有存在硬碟裡 存在手機裡 所以看有沒有嚴重 不好意思在這邊 拿法條出來告訴大家 犯罪啊有前科的 剛才有人說統神要打來 接到了接到了接到了 有了有了有了 嗨阿航 我在我在請說 請說 因為我已經把我剛才講的都講完了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高見 我的看法 第一個 看未成年的性愛影片很嚴重 第二個 跟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也很嚴重 因為我已經有把法律的責任相關的都做了一個解析 你剛沒看到 我幫你補一下 成年人18歲以上 如果跟未成年0到14歲發生性行為要關到10年 跟14到16歲最重要關7年 成年人18歲以上如果跟16到18歲發生性行為有對價關係 最重要關3年 所以成年人跟未成年人 我說合意啊 對我現在在講的就是合意好不好 不合意就是犯法 OK OK好 那如果18歲以上跟16到18歲合意呢 如果有對價關係 如果沒有呢 如果是合意呢 合意 有對價關係要罰 沒有對價關係不用罰 但問題是未成年這三個字 未成年這三個字不只有16到18歲 我講的是16到18歲 我講的是17歲啊 不對不對 我有整理你足字稿 你看你自己足字稿 我幫你恢復記憶 當未成年就當未成年 我老實講 現在網路上多少人在幹未成年 你去Google一下多少人在幹未成年 你今天幹了別人的女兒別人找你賠錢 就這麼簡單 你從頭到尾有講17歲嗎 沒有啊 你是講未成年三個字啊 他那個女生是17到18歲啊 錯錯錯錯 你完全不懂得這件事情 第一個 黃先生愛看未成年影片 有說這個未成年影片裡面是17歲嗎 有嗎 我說他幹 沒那麼嚴重 因為他幹的那個是17歲的 我說幹 你看你的足字稿 你說他看沒那麼嚴重 那我現在就是告訴你 他看未成年影片很嚴重 你去看完我的影片 他那時候400多片 他只有7片是未成年 我說如果一個真的戀同屁的人 他不會只有7片 我告訴你那是你的觀念 我的觀念是 只有一步也很嚴重 有7步就是7倍的嚴重 那你要把你的觀念強壓在我的頭上嗎 我逼你接受嗎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你的觀念不正確啊 那你不接受是你的事啊 那你覺得沒有那麼嚴重的關係 來你不要改 你一輩子都不要改 你一輩子就這個觀念 都不要改 我只是告訴大家 我只是告訴大家 你一輩子都不要改 千萬不要改 你永遠就這樣下去 不是 我請問你是賣比較嚴重 還是偷拍比較嚴重 還是買的人比較嚴重 我告訴你都嚴重 都嚴重 哪個比較嚴重 哪個比較嚴重 來 我價目表都整理好給你看了 兒紹性影像法律責任分析 這個前面也上過課 拍攝製造拍片的 最重要至少7年起跳 最重要至少7年起跳 上傳散布的1到7年 6月到5年 如果一圖應該多之一 私藏在硬碟的1年以下 來你要討論的到底是哪一題 如果你認為 檢察官只怕還起訴 你要不要去檢討一下檢察官 來 我跟你講嘛 你聽一下嘛 有有有 我在聽 黃紫礁這件還起訴 是因為目前的證據顯示 抓到他是私藏在硬碟裡面 所以他適用的叫做 無證當理由持有兒童或少年的性影像 這個法條 那未來如果有證據發現 黃紫礁有上傳影片 就有不能緩刑的罪啊 法治國家按照法律來判啊 好 我先講 你剛剛講第一個話題 我說黃紫礁幹沒有那麼嚴重 是因為他幹十七十八歲的 然後後來有觀眾就問我 我說我是有區分的 我說現在年十六歲以下 所以我那個很明顯就有區分 一個是十七十八 一個是高分 那是你的解釋我尊重 可是你一開始講這個 你就是出包嘛 你從頭到尾都講未成年 未成年 未成年 什麼叫做未成年 就是0到18歲是未成年嘛 是 那你就學到一課嘛 如果說你說你講話不精準 你要講那十七歲 結果你講了未成年三個字 你跟他來賣一個 失禮的事情就算了 那你現在要叫大家說 不准說你講錯話 敢有那麼大啊 苗遠 我中間有講到任何一句話 說什麼樣子 我要幹幾歲的未成年 變頭嗎 你今天被罵不是因為你沒講的話 你今天被罵是因為你有講的話 這一句話裡面就有好幾個講錯嘛 第一個 他看沒那麼嚴重這講錯 第二個 幹未成年不是賠錢了事 你現在講說幹別人的女兒就是賠錢 這錯錯錯 現在法院很多都是賠錢了事 真的 苗遠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為什麼你找不到官的案例好不好 因為都和解掉了 我知道 不是 法律有規定 如果是嚴重的性侵害的案件 比較重的罪的案件 很多是不公開上網的 為了要保護被害人的隱私 所以你在網路上Google 很多都是找到比較輕微的 OK 好 苗遠我那時候有上網Google 你自己也可以Google一下 我會的比Google更多好不好 來我告訴你 緩刑的這一些一定有附帶什麼 很多的條件 只是那個條件他不會寫給你看 但是你知道那個條件裡面也有嚴重的啊 我今天在這邊講的是法條判很輕的問題 來來來 法條 法條每一個個案 很多人都緩刑是真的 你馬上網查一下 來來來 阿航我告訴你 緩刑的這部分 如果被害人沒有同意的話 是不會緩刑的 我知道 對啊 那人家被害人跟對方談好了 那你去管人家被害人要怎樣幹嘛 所以我說是合意啊 所以我說是合意 阿說幾次啦 你一直強調合意合意合意 我這張表上所有的行責 都是合意的行責好不好 搞不清楚的話 我看你太太也是蠻明理的人啦 請她解釋給你聽啦 好 因為 因為我已經澄清過了 新聞就是17歲 所以我都在回應那篇新聞 來 我教你怎麼做 你以後就不要講未成年 好不好 你以後改17歲 可是我已經解釋了 但是呢 每一個人要為自己講過的話負責 阿講錯話被罵就要站好啊 每個人都會講錯啊 我成親啊 所以我站好我成親啊 這樣就好啊 我成親了一對綠色 側翼去我的遊戲廠商那邊洗我 讓我被廠商退上岸 請問瞄裕言你認為 沒有啦 我告訴你啦 綠營影影響力沒那麼大啦 那些廠商之所以會退你工商 不是因為綠營啦 因為他們自己的形象啦 當然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形象 可是我自己已經解釋啦 你解釋人家要不要買單 那個是你有沒有說服力的問題 對不對 每個公眾人物都會有講錯話的時候 阿就好好的解釋 有說服力讓大家相信 這樣就好啊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啦 我會想跟17歲的高中女生性愛 那你覺得這樣有問題嗎 我覺得可能有很多女生聽到會覺得 心裡很不舒坦 我老實跟你講 所以以後避免在公眾場合這樣講 好不好 你怎麼想那是你的事情 但以後就避免這樣講 因為我們公眾人物有一份社會責任 可是瞄遠 你覺得跟17歲女生發生性關係是錯的嗎 那要看你本身是幾歲啊 我是建議盡量避免啦 真的喜歡的話你等一下嘛 等到人家18歲也可以啊 對不對 喔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今天很明白的跟你講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有一個17歲 就如同那個黃子嘉那時代 他說他長得很漂亮 他今天如果要跟我發生關係的話 他願意的話 我會有意識的想要去跟他上床 我會有那個信譽 這很簡單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一個有17歲好漂亮的女生 想跟你發生關係 你不知道要怎麼處理的話 你現在有我的line你打給我 我幫你輔導 好不好 現在暫且沒這個狀況嘛 喔對現在沒有 對啊那你幹嘛煩惱這種事情 對不對 因為有網友問我 我也只能老實跟他講啊 網友問你 你就要好好的跟他回答 散發點正能量 搞不好之後 大家對你改觀啊 可是我不希望大家真的有改觀 我希望我展現真實的我 阿航 真實的你當中 一定有包含溫暖善良的面相 不是因為網友問我 我知道有回答他沒有 他給我一個反正 他說 所以統神你18歲才會產生性慾 我真的沒辦法說話 我只能說 產生性慾跟真的去做 又是兩回事嘛 對啊 那我怎麼會被罵那麼慘 你會被罵那麼慘 不是因為你產生性慾 是因為你這幾段話有講錯 好不好 吃燒餅又掉芝麻了對不對 每天當直播主講沒有多話 講錯了 老老實實跟大家道個歉 這樣就算啊 不要再糾結在說 為什麼大家要罵你 是因為你講錯這段話 好不好 那就好好解釋嘛 洗心革面嘛 散發正能量多做公益嘛 叫身邊的朋友都退出 偷拍的外流的群組嘛 宣導你的粉絲說 不要加入偷拍外流群組嘛 其實你玩遊戲是專業的 其他的事情 你要跨領域之前 先稍微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亂講一個電玩界什麼 我講錯我一定被噴爆嘛 有可能 對 對啊 那一樣嘛 那你今天也是跨領域嘛 那你跨域講錯了被噴爆啊 沒辦法 那你以後就先 多講你本業的事嘛 好不好 好沒關係 謝謝苗藝人 謝謝喔 拜拜 晚安 拜拜 好 那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跟著我們播的兩個小時 祝福大家今晚有個好夢 我是苗柏雅 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鎖定我們的 臺北愛媒的全書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拜拜